大家好 今個星期的港股表現維持著 第三個星期 維持28,300至29,600這個水平做上落 暫時還未知道破到這個水平的波動區間 因為今個星期美國十平期債息一路扯升 最高到1.7多 但科技類股份反而有盈利基礎 反而開始慢慢頂得住 之前沒有一個很深的急速下跌的情況 當然現時都是業績期 若交不到業績成績表的科技 其實調整壓力都比較大 所以現在反而開始新舊經濟一路換馬之餘 亦都要看著業績表現 下個星期亦有比較多的重要籃籌會公佈業績 例如騰訊、小米等 其實都會令到市場方面會有一定的關注力 若果未來市場方面都會在新舊經濟裏面 繼續在尋補的活動 但在債息上升 我想就會令到剛才提到有盈利基礎 或者仍然有很大的盈利增長的科企 開始會變得有太弱流強的表現 但當然若果現階段在外圍上的一個狀況 好像見到內地股市 近期亦都徘徊在3300樓上 3400附近都開始有一定的支持 現階段就要留意中美方面的一個會談 可不可以釋出一個比較正面的信號 可能才令到市場方面有更大的喜訊 我想要等到下星期尾 一些叫做藍籌開始中部了 比較明顯的一個新方向的業績 港股可能才會脫離一個上落市的格局 但這個格局我想寄望著 可能是不希望這麼快下跌 但下面來說 如果一些重要藍籌出來的業績 未必能夠符合預期 難免都會構成一定的調整壓力 所以如果你說下面的防守點 我想暫時維持28000至27700 但整體方向都是要視乎 我們股市可不可以供給一定的反彈力度之外 也要看看疫情方面 現在歐洲方面或者外圍上 疫情有一個初步反彈的情況 這一點可能會對之前炒得比較高的資源類股份 就有一個短期獲利的股額在身上 所以大家留意住 在休息說明 是一個大部分 也不愛 是不オ��라 也不安 餓 就是